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老来懊悔 从前有一个脾气很倔的人 总是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去做 从不听别人的劝告 人们背地里都叫他倔人 倔人种地有他自己的主意 他把高粱 玉米种在低洼的地里 把水稻种在山坡上的高地里 当初这样种时就有人劝他 这样种是不行的 水稻洗水应该种在低洼处 高粱和玉米倒是可以种到山坡上 你正好弄颠倒了 这样怎么能有好收成呢 倔人听了不以为然 仍是一意孤行 当然 这样种法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收成 倔人却不认真反省自己 硬是一年一年这样种下去 整整十年 但连填饱肚子的粮食也没有的时候 他才想到应该去看看 别人的地是怎么种的 这一看 果然与自己的不同 心里才有些后悔 倔人地没中好 失去了信心 决定还是改行做生意吧 可是 倔人的生意做得也不顺利 货物常常压在手里卖不出去 自然赚不了很多钱 有人告诉他 做生意脑袋要灵活些 不能看别人进什么货 自己也进什么货 那样 当然卖不掉多少了 应该多进些别人没有的货 别人手里没有的货 你手里有 大家自然都来买你的货了 这样生意不就好做了吗 倔人不畏所动 还是照老样子进货 卖货 又过了十年 倔人不仅两手空空 还欠了人家的债 心里很恼火 这才想到别人说的也许有道理 可是已经晚了 倔人的一个朋友带他出海做生意 船开到一处水势凶险的地方 朋友让他调转方向 他硬是不听 静止冲了过去 结果 船逢逆浪 无法返回 倔人觉得很对不起朋友 可是为时已晚 几年之后 他们从别的航线搭乘一艘大船 才得以返回 这时 倔人已经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了 倔人想到自己屡次不听劝告 因此一悟一生 心中悔恨交加 无限感慨道 这样的教训 该姥姥记住呀